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动那方面也麻烦了很多 但是因为268经典国际 它提供的就是有关的一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我会就是建议去 马入有关的那个股份 曾经你看见公司的那个股价 今天是高开最高的时候 曾经到20.5这个水平 然后呢就是因为下午的时候 也看见就是恒生指数那个不压的 那个压力是蛮大的 现在跌幅已经超过2% 所以看见它现在的有一个 升幅那方面已经收窄了 现在已经要倒跌 就是超过2%的那个水平 但是我也看好公司的那个股份 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去买 如有关的股份 可能是19块这个水平 因为现在已经达到19.06这个水平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19块去买的话 就是应该 现在就是市场比较波动的话 是比较合期 然后呢我的目标价 就是看25块这个水平 然后止损价的话就是16.5这个水平 我们看它的走势图 其实还是非常稳健的 它并没有一个大洋竹 是一下子拉上去 但是它都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在上上涨 所以股市图上面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漂亮的 但今天确实是有所下跌 所以可能也不妨是一个机会 还是说会不会下个星期 回来之后它还会继续跌一跌 然后我们会在一个 更合理的一个位置去买入 那我可以说它现在的 最大的支持点 就是在10天线这个水平 10天线就是18块这个水平 对 就是你可以看见 就是有关的那个就是10天线 你看见它胜负那方面 就是跟10天线有一个 比较大的那个支持 我可以说如果它先 今天那个回调的话 就是买入的一个 比较好的那个时机 还有在之前你看见 它有那个股价的 那个环形的情况出现 所以就是已经出现两大洋株 所以如果它今天的那个回调 然后在周一的时候还是回调 但是它回调的那个水平 还是在18块到19块这个水平 做那个环形的那个交易的话 它还是有力度 就是在上到25块这个水平 所以大家也不妨去期待一下 看一看这个金铁 会不会再继续向上冲 那其实说完了金铁呢 还想再跟你回顾一下 上周推荐的这只股份 99231卡 这只股份真的是太厉害了 因为上周的时候 我们在推荐它的时候 就发现它已经是涨了很多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还蛮担心的 我还有问你说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现在还还要去买吗 但是我们发现这一个礼拜 它持续的在涨 你当时给的这个目标价是19块 现在已经是涨到了41块 对对对 所以大家回过来再想的话 它现在有没有说已经涨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 还是说下周回来它还会继续再涨呢 我当时就是建议去买入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说腾顺也有一些股份在里面 当时也看见就是腾顺相关的一些股份 就是炒起来 就是炒得非常热 还有一些科技股做得很好 你看见就是99231卡 它就是可以说是半新股吧 它就是上市到现在 你看见股价图那方面环形 交易量不太多 所以我会建议很多人就是 当时去买入它 就是腾顺概念的那个股份 当时我给的那个目标价 就是25块这个水平 对25块19块去买入 对 当时现在就已经超过了 已经46块这个水平 我可以说现在 如果你就是还是持有仪 它应该要估出了 因为我认为它已经涨得太快了 你看见就是它已经有6天的交易日 不断在涨 对 没有回调 就是有一点的那个 比较蛮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是去买入的话 我就是会比较担心 可能它估压那方面 在周一的话会更多 所以我自己认为 现在应该要估出有关的那个股份 应该估出相关的一个股份了 而且一下子接累了这么多的涨幅 相信如果投资朋友真的是 上周按照你的这个投资建议的话 如果真的在19元前左右买入的话 也是赚了不少了 那其实尼卡这个公司来讲的话 它做的这个概念也都是 我觉得在这个尤其是疫情之下 那其实这种移动支付 包括做这种芯片 其实也都是大家会比较需要的 也是未来城市当中 是会比较看好的一个领域 说完了尼卡这个公司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另外你 非常非常看好的上周 收过的这个股份就是6060 那其实看到它也是最近在 一直在涨的 今天看到其实整个保险板块 因为有这个估压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其实好像不是非常理想 但是中央在线的话 虽然也有所回调 不过它的这个下跌幅度不多 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如果要是再重新的去梳理一下的话 它接下来的一个上旺会在什么位置呢 还记得就是上周我跟你在谈 重案那个图的时候 就是说它的那个trading的 那个交易的pattern 就是跟那个月文集团也差不多 就是我叫很多人就是不要再高追 我当时就是建议很多人 就是在50块再买如 它55块就要估出 然后呢就是再等它下调 完形的那个机会 那它现在已经出现那个环形 开始环形了 对了就是已经是 已经是那个月文集团 当时它涨了很多 然后环形的那个图也一样 我可以跟你说就是 它现在是不是一个买如的那个好时机呢 还是要等周一 周一的时候如果它还是有那个英租的话 就可以去买 因为今天我可以说它有那个微调 当然就是一些内闲股 因为内闲股今天都是回了很多 跌了很多中人寿 它们已经跌幅 超过5%这个水平 虽然重案在先 结束就是一个内闲的一个板块 但是它是线上内闲的那个板块 但是你看见它跌幅 也不会超过2%的那个水平 因为它有科技股那方面的概念 做支持 今天它交易量 也超过4亿多的那个港币 所以我可以说如果在周一的话 它还是微跌 就是可能说跌1% 2%这个水平就可以去买 如有关的股份 它就是很有力度再上去 但是如果你让我挑 就是腾顺相关的那些概念股的话 重案在先 或者是在那个阅文集团 我现在会挑阅文集团 因为重案在先 现在就是慢慢收窄 那个环形的那个情况 但是阅文集团今天呢 也就是蛮强的 你看见它高会的会资的时候 今天畅新高 62.9块 然后现在还是在涨 也没有那个大跌的那个情况出现 因为它现在那个图是蛮漂亮的 我可以说就是越文的话 有能力回到70块这个水平 它对比重案更强 就是因为它本身管理层里面 已经赚成腾顺的人了 就是在前天的时候 已经出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现在已经赚成 就是管理层里面的那个人 就已经正式已经下去了 就是本身是越文的人 现在已经正式是团顺的人进去 所以它是有更强的团顺概念的 那个股份 所以本身它IPO的时候 我们炒它是100多块的那个水平 现在已经回到55块 IPO以上的水平 所以我认为70块是有可能 会回到的那个情况 所以如果6060还有772 这两个股份 是应该要放在一个watch list 就是放在一个你要看的那个股份 但是现在买入的话 一定是772这个股份 6060要等到就是 我刚才说周一的时候 还是环形区间 还是跌幅 不会超过2%3%那个水平 就可以去买入了 对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是比较看好 腾讯概念的话 也许呢 越文集团它是更有这种直播空间的 那其实说完了这两个股份 刚刚我们也是跟Kimmy聊到了 说保险板块 今天是出现了比较强烈的一个跌幅 那相信其实这个呢 也是和一些相关消息有关的 因为看到社保基金计划 是减去2%人保A股 可能也是引起了 整个保险板块的轰动 但是我们也看到海通呢 是调高了中国平安的目标价 维持了中性的评级 海通就认为说 疫情已经是严重地 影响了线下保险业务 在全球低息率的一个环境之下 中国平安的表现会差过预期 而行业本身呢 也已经是面临了衰退 预期今年的新业务价值 会负增长11% 那盈利是减13.5% 但是又称呢 因为存款压力增加 以及保费增长 预计未来两年 新业务的价值会分别增长 7.6%以及6.7% 盈利也会增长0.5% 及5.8% 所以将它的这个目标价呢 是微微的调高 由70.9%是调高至72.8元的水平 说到这一支股份 今天也是有所下调的 那其实我们以前对中国平安 都会觉得是非常强势的 一支保险个股 那我们现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对它后续的一个评估 会有一些能见度看到呢 我会建议 如果还是持有中国平安的人 应该要估出有关的那个股票 还是要估出 对 为什么呢 现在你看见就是买卖那个股票的话 现在整个那个投资的热桥 就是跟科技有关 就是跟线上有关的一些板块 才可以去炒起 所以为什么你看见中安保险 它的那个股价的表现 为什么对比那个中国平安会那么好 中国平安你看见就是平安它现在账 是因为在上周的时候 就是港股出现一千多点的那个账幅 就是把一些落后的一些板块 全都炒起来 证券股 内闲股 内恩股 但是你看见一千多点多一天 那一天就是过去以后 他们就没有账了 就已经回调了 我可以说现在资金流入的话 炒的就是一些科技的 新经济的一个板块 所以暂时还没有到就是一些的 传统的一些旧 比较旧一点的一些的板块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 如果它现在还是在一千多点的 那个水平已经涨到九十多块 那个水平还没有回到 八十块一下的水平的话 我认为就应该要 估出有关的那个股份 应该要把钱拿出来 然后再投资 我刚才说的一些板块会比较好 也是想问一下Kimi 今天聊到的股份当中 有没有哪一支是你所持有的 没有的 非常感谢Kimi带来的分享 今天的投资朋友圈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和大家相约 在投资朋友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